我是今日主持葉寶林寶寶 我就是來自於香港天主教正義和埔委員會 其實我們今天的活動 乘接著前天在輝園街水渠道的祈禱會 到今天我們希望已經過了祈禱會的過程之後 我們都希望可以踏出一些去看在政策裏面 以及我們在信仰裏面如何反省這件事呢 我們今天還有很多合辦團體 除了我們的天主教正義之外 也有中華基督教會望學堂 數學教會 基督律小教會 香港基督徒學會 回歸基督精神同盟 香港天主教勞福事務委員會 以及基督徒關懷香港學會 不如先請我們今天幾位的講者上台 首先請王治新區議員 第二位就是關懷市集關懷組的代表 埃文徐啟維 第三位就是關懷經濟的一名 關懷有陳柳枝 還有陈柳枝 還有陈柳枝的亞洲大遊先生 今天很熱 我知道有些是來自於有沒有灣仔的街坊 還有陈柳枝的家坊 還有一些花園間的當販 還有一些花園間的當販 哇 很多人在這裡 好厲害 好厲害 還有一些老師 還有很多黃告堂的教友 好 歡迎各位 不過我們這次 我們聯統會開始之前 我們成員的合法團體 有一位朋友都推薦 說今天這幾天 在立後會都很多的討論 是有關關懷疑街事 就是火災事 其中河秀蘭議員的發言 其實都覺得很值得和大家分享一下 很簡短大概是幾天 大家都可以分享一下 河秀蘭議員 謝謝主席 我們就絕對推崇和平理性 非暴力的公民社會行動 在99年的時候 大家爭取居港權 那麽多人 那麽大的冤情 那麽大的冤惑 我們反對政府不守法庭的裁決 那麽大的討論 我們仍然高於市民 應該和平理性 非暴力 但是同時我也都很理解 當小市民有冤無露數 道理講極 那些官員都不明白 都一意孤行的時候 他們那種心情 當那些憤怒是要由肢體行動去檢驗出來的時候 其實政府第一件事要做的 不是要拉完鎖 政府第一件事要做的 其實應該要深切反省 為什麽這個政府 有警察 有急 好了 原來是錯了 是 剛才找錯了 那 一是這樣 慢慢來不緊 其實還有另一條片 本來想著有些嚴肅一點的片之後 就完結了 然後會有些嚴肅一點的片 但是我們現在這樣調一調轉 我們播下另一條片 其實就是之前 可能有部分朋友在Facebook都見過的 那這條片 其實有一位導演 崔韻信導演 其實前幾個月拍好而已 就著鐵平檔的街坊小販 其實都拍得來劇情片 大概十分鐘左右 可以和大家分享一下 在說一個由華地 廣東道的鐵平檔小販 對 是 是 對 對 再說 好 再見 再見 喂 老闆 今天晚上沒有 反復叫你們 好,好,拜拜 嘩,按你的電話來吧 好,好,來吧 好,來吧 蒸檯 嘩 嘩 嘩 蒸檯子 最當然是蒸,蒸到沒有出水 跑了轉頭 嘩,這樣就很淡 好,來吧 晚上快點吃飯 要有些時間 搞到大家可能很順暢 不如 臨時又要吊一吊流程 真是不好意思 不如這樣 我們先討論 有很多特別的事發生 不如這樣 在台上 其實我們 開市之前 本來打算播了片 但是哪邊等人 就是哪邊開始討論會 其實也有少少的報告 首先 其實望國童不單止是 跟我們合辦條體 也有場地上 借出場地 也很好 是為了 表示 和各位街通的心意 望國童送出 豪福堂的湯圈 一人一張 一人一張 大家可以換領 另外 我們這次 也有眾多的交團體 我們都很希望 在這次的園討論 可以對這件事 更多些反省 開始之前 不如我們有請 王國堂的牧師 宇耀牧師 為我們 約定祈禱 如果可以的話 希望大家 都可以一起站 好嗎 好 各位 我們在這段時間 有一個 祈禱 在過去 可能由 街坊相互 可能在這裏 幾十年 望國堂也都在這裏 幾十年 可能過去都很少 我們有些 請他們幫忙買東西 可能會有 但希望 這次也是透過一些更衡動 互相多大的關心 在這裏上開始的時候 用一些基督教的方式 來關心的祷告 我們可以一起祈禱 最後的時候 不如請大家 同一同活躍下門 先負我們一班人 在這裏去聚首 我們在這裏紀念到 在十一月三十日 在我們不遠的地方 花園街裏面所發生的事情 我們祈求上主你去眷顧 讓望者得上帝 你自己的引渡帶領 讓受傷的人 我們求千付你去醫治 讓失去家園 我們祈求主 讓他們早日 找到他們容身之所 讓暫時 在心計上 沒有受影響的傷戶 我們求千付你 都讓執政者 有智慧 也都讓民間 有適當的聲音 你去表達 以致他們能夠讓我們 每一個人 都能夠在這個地方 安居樂業 我們祈求主也都幫助我們今日 透過我們的分享 讓我們能夠彼此活生支持 讓我們能夠結成一齊 讓我們一同去努力 建設一個美好的社區 感謝天父 我們的祈禱 是奉耶穌基督的名而求 阿武 謝謝各位先生 謝謝 謝謝林律師 其實在所謂三層號 發生的災害加大黨的事件 其實對於很多 無論是這個街坊來說 其實都是很深深的感受 其實那個沉寵都覺得 除了是一方面固然死傷那麼多 而第二方面之後 社會的討論和人的討論 都是很尋重的 無論是對於反商的意見 又或者特別是對於 初訪戶的處境 其實是更加見到他們的危機在這裏 所以我們希望透過今次的討論會 都可以讓大家深刻一點去了解 其實不單止在拉園街 其實在香港很多地方 都有鐵皮床 還有很多 就是湯寶可謂說 是市區的頻繁 有得假 我想是很多 我都不想住湯寶 但是其實在一個政策上 發生了什麼問題呢 我們是否有些方法可以去推動 跟政府和民家去檢討呢 不如試下下來 先簡單大家 台上的嘉賓都可以分享一下 對於 花園街大可議事之後 其實在政策方面 那個反思 或者是一些意見是怎樣 不如我們私有請 其實都是花園街當區的區議員 阿黃現身歡迎也都可以說一下 首先多謝表持 也都要在這裡再 我相信都需要再代表 忽然街一帶的街坊朋友 和我區很多居民朋友 對於今次這個慘劇的 各位史蘭姐 是至於最深切的哀悼 也都要再一次 透過各位 向香港死傷者家屬 和受災的朋友 是至於慰問的 今天這個題目 我會這樣看的 分別有三個主要的內容在裡面 第一個就是花園街大火 第二個就是小販政策 第三個就是住屋的政策 房屋的政策 我會分了三樣來講 分享一下我的看法 首先花園街大火 作為一個當區的後任議員 這個問題絕對不能逃避 必須正面去回遍 而在處理這個問題上 我自己有三個角度去看這件事情 首先同時間我的看法也都希望 能夠和大家分享得到 希望社會都能夠用這個方法去理解這件事情 首先我覺得第一 必須要這個災難發生之後 無論如何都不能把這件事政治化 尤其是涉及到我們政府 很多不同的政策 將會將來推出 我們有立法會有區議會 裡面有很多不同政黨 有很多不同的利益的代表 將來的時間 希望不同的代表 是能夠會真是想到一些方法 好的方法 幫到社會 幫到所有街坊 無論是樓上室住的還是樓下做生意的 都是需要幫得到大家 所以應該說 這個悲劇出現了 整個社會都是受害者 無論是哪一個都好 我們是不應該太分得開你還是我 不要分太多 它是議會的 它不是議會的 它是街坊 它不是街坊 或者不要再將一些 甚至乎是樓上和樓下 太多的利益的一些瓜葛 或者一些衝突 太突顯出來 反而我覺得這些事情 對於將來得到一個好的結果 或者一些改善的措施出來 是沒有任何幫助 所以我都希望 首先提出一點 就是我在處理這個問題上 我都覺得應該是不要要有分化 而且樓上好樓下好 甚至乎區裡面的人好 區內的人都好 都應該是團結一致 大家一起以一個 去處理 另外一個角度 我自己是 應該都比較先提出 就是我覺得不應該在這件事上 太早進行追究任何的責任 和判定誰有任何的責任 誰要負責任誰不負責任 當然坊間現在傳媒 或者在傳媒底下 很多聲音我相信應該是 都落在排檔或者劏房的問題上 但其實講到底 警方到這一刻為止 仍然未有任何正式公佈 究竟這場火究竟是怎樣造成 甚麼起因 為何會有那麼多死傷出現 更何況 所以我們很難在二階段 就作一個判斷究竟 甚麼起因造成這場火 那情況是我要強調的一件事就是 其實如果社會上 要找一些人出來制庭 其實是很難的 但實際上對整個事件 是無任何幫助 好像之前講 我們必須要在這個時間 是團結一致 才能夠找出事件的根源 然後在將來防止再有同類的慘劇發生 這是我第二個角度 第三個角度 我自己都很希望政府的部門 特別是政府的部門 再加上我們街坊朋友的配合之下 在處理花園街大火之後 那個善後工作是應該重促進行的 要有那麼快可以處理得那麼快 我面對著過去十幾天我接到的訴求 是非常之多 可以跟大家講一下有哪些方面的訴求 死傷者家屬他們會有一些安排做口試的問題 他們部份有家人在內地生活 又要安排他們拿快聽下來 死亡徒生的災民現在大部份住在石禮中轉屋那邊 他們都有不同的訴求 有些是符合申請公安的資格 有部份是不符合申請公安的資格 但有一部份災民既不符合要求 不符合申請公安的資格 但他都很希望社會能夠給他們一個機會 究竟怎樣安置到他們 究竟是要他們回去他們住那間劏房又住 還是會有另外一些安排 坐樓會否重建 會否政府是有一些恩恤的安排 已到現時為止 政府好像未有就著這幾方面作出一條回應 還有我接觸到 還有是邵氏大廈的業主 隔壁雙數大廈的居民和業主 還有對面單數大廈的居民和業主 其實大家都有各有各的處境 各有各的訴求 還有今天在座都有很多排檔 還有當反的當主、當戶 還包括地鋪很多商戶 其實他們都會覺得自己是受到這次火災之後 他們受到一些困擾 還有其實整個社會 我們在辦公室 其實除了接到街坊 我們旺區的居民有很多的意見 有很多的訴求之外 其實在整個社會 不同的區分的人都會打電話來 或者提出很多不同的要求 提出很多不同的意見 整體上整件事是大家都很關心 很想參與和很需要的幫助 在這個時間我更加希望能夠 鼓勵到大家應該要繼續 特別是街坊朋友 都是剛才那句話不分離 我要團結一致一起努力 去將整件事妥善去處理 而理解到現在很多街坊朋友 仍然很擔憂情況 有街坊聽到火車聲會很害怕 有人會對著一落樓 見到一些現在還未清場灰準 銷證的放運 甚至見到封鎖線都會有一些懼怕 甚至我知道有些居民親歷當日火災情況 他們仍然猶猶如歸 所以我都很希望 政府應該帶頭做這個角色 就是進促善後可善處理 而處理的不是單純硬件 開一條街開一排檔 是其中一個需要處理的工作 但這些之外還有其他很多 之後住在這裏的人 工作的朋友 他們心理上很多不同的反應 社會上暫時我未看得到有太多關注 至少政府也未會考慮到 要不需要找很多社工朋友去進行輔導 或者心理上讓他們去疏懷一下 最後關於花園街火災方面 我都很希望警方能夠快些完成調查 盡快解封現場 而且也很希望政府盡快可以公佈 一些實際可行的改善方案 而今日政府其實在立法會那邊 都已經就住其中一個議題 應該說整個花園街火災 所引申出來的問題 就不是單一是排檔的問題 還有可能是其他舊樓管理 整條街道管理的問題 等等很多不同的問題 但今日食衛局那邊 已經公佈了一個新的政策 應該是一個新的諮詢出了台 就跳到它涉及排檔的政策問題 今天政府提出他們會採取一個扣分制 而扣分制在某一段時期扣滿分的話 就需要吊銷牌照之類 其實我作為一個 雖然還有任區議員 將來一月就開始正式區議員 我在這都想跟大家說一說 作為一個區議員的角色 很多時候不應該說太多大家自己的意見 起碼我自己做的過程之中 我覺得我應該不是講自己的意見 而是聽多些大家的意見 究竟扣分制你們喜歡不喜歡 朝行晚策你們喜歡不喜歡 劉駕不劉國你們喜歡不喜歡 這些通通我覺得是很需要 無論我經常都說 劉上和劉下的街坊是一起去給多些意見 而我自己最強調的一句說話就是 在處理花園街大火的問題之後 如果要涉及到改變排檔的政策 涉及到改變樓宇的安排 涉及到可能業權的問題等等 必須最尊重當區的街坊的意見 街坊才是最有話事權的 而不是議會裏面我們可能是唇槍涉劫 可以說很多東西 但是最終應該是以什麼為依歸呢 應該是以各位居民好 各位商戶好 各位當犯好 大家街坊朋友一起 一起拿一個最終的共識 或者再說多一句 如果花園街的問題 我現在見到政府的取態 就是因為發生了一宗悲劇之後 就想全港性去做某一些政策 我在這裡就想跟大家說 其實我覺得政府如果是這樣的取態 這會是一個不道德的取態 而應該用這個方式 按照我剛才所說 當區的街坊朋友 無論是重商或者住在這裡都好 他們才是最有話事權的 我們不能夠將花園街的問題 引伸到其他區 而也不能夠因為這樣 將所有區 將來可能全港性 全港性要實行扣分制的話 沒有理由要將這個責任 賴落去花園街 我覺得這也是不公平的 所以我也希望能夠和大家分享這一點 好厲害 謝謝王議員 即是後入議員的發言 下一位就是Edmond徐啟榮先生 是灣仔市場關注組的成員 其實都知道除了花園街之外 剛才我們在香港各個街上的別屏 都累穀行 灣仔的情況又如何 以及你們關注組 以及灣仔的街坊 其實在花園街大火之後 對於小販的態度 或者其他議員 對於小販的態度 看法又如何 昨天我去過區 跟小販談過 他們遇到的情況就是 遇到的情況就是 因為食環是要求他們 更換一些防火的物料 即是他們的檔口 以及要收拾等等 但因為這個是牽涉一些改建 他本身可能是用了木板 或者是膠板 或者用了一些帆布去做維蜂 其實他們之前都 即是二三十年都是這樣做的 但突然間一聲令下 就說要把所有東西 都轉成消防署 合准的防火物料 他們都很無所釋從 那小販有很多 可能不上年期 或者他們未必懂得上網 去找那些維蜂防火物料 可能大家 即是突然間問你 你要買一塊布 那塊布是防火的 那你可以去哪裏買呢 那尤其是一班老人家 可能他們就在街上做生意 那你突然間要去一些 這麼專業的東西 那他們可能就去運食環 食環就說 你去問你的工會 那可能再找工會的時候 工會都答不了他們 那再問回消防署 消防署的答案 也都可能是給了一堆 就是專業的詞語 那這樣就把他們灑走了 那這個問題就是 我們見得到 可能坊間的輿論 是比較急於去想找 這個事件的源頭 那很自然地呢 就把這個責任 怪罪了下去的小販 尤其是他區的小販 如果他是 本身也是算走法 他們本身可能有敢當 他們收了當之後 都是很乖地收回四成三 但仍然都是給食環去抽情 找各樣的方法去發告票給他們 那今天呢也都有 深水埗的當犯 因為遇到那麼多不公的檢控 有些小販可能一天就被人抄了七八張的 告票 那他們今天是做了一個霸市 昨天做了一個霸市 去遊行去食環那邊就是抗議了 另外灣仔的小販 今天呢也去了立法會那裡 那就是 就是 在立法會門外抗議 其實我們看到一件事就是 當一個危機出現的時候 太急病亂投醫 有一個危機就是 將一些好的價值是抹殺了 將一些壞的東西過分凸顯 但其實有些壞的東西 未必是全部人都有責任的 所以我覺得這個情況上面 尤其在說 譬如現在他有一些應付大家輿論的措施 譬如食環要求換防火物料 會不會有一些具體的指引 給小販呢 給一些支援他 譬如他本身是貧窮戶的 會不會可以有些資助 他們真的可以去換了那些防火物料呢 會不會有些寬假期呢 另外就是其實有迷有機 遇到一個這麼大的災難 大家都不想 但是其實有一個災難的時候 我們是更加深刻去反省 究竟我們現行的政策 這些問題 現在就是 國方輿論就 將小販的各樣問題 就不斷膨大 譬如又說他們分租啊 有各樣的助手啊 各樣的問題啊 但其實就是無視了一件事 我們的城市是需要有小販的 無論多先進的城市 西方 倫敦 紐約 荷蘭 各個地方都是有小販的 他們是很重視小販的社會角色的 那麼他們那個政策呢 就會是協助那些小販去震慶 還有呢 是做得更加好 那麼那個小販如果是有尊嚴的 做得開心的 他也都重視自己在社區裡面的角色 他會很自然去做到自律 如果不斷呢 就有執法者 每天去騷擾他啊 每天去無理檢控啊 他們自顧不下的時候呢 只會愈做愈差 那麼更加是難呢 去做到對社區更加好的一些 譬如 執好自己的檔啊 或者對社區更加好的處理 那麼所以 其實有一個 有一點想帶出就是 如果我們面對著小販管理的問題呢 強硬去用一些強權啊 惡法啊這樣去執行呢 其實是不行的 我們看到的小販政策呢 三十年都沒有去發牌 那麼 新想入行的人呢 只可以用一些扭曲的方法 是啊 四十年 七十年 可能大家做小販就比較清楚 七十年代頭呢 已經開始發小販牌了 其實呢 香港是一個 號稱自由市場的地方 我們的老天市場呢 是全世界最自由的 四十年發牌這件事呢 是不可以忍受的 因為呢 基層對於小販這個行業呢 是有就業的需求 一些基層的市民 對小販的貨品 也是有生活的需求 那麼這件事呢 小販這件事呢 對於整個社區呢 是有這個重要性的 千萬不能因為一個危機呢 就將這些所謂的重要性 全活殺 那麼我們見到一些 評論就說 超學晚叉 如何留價不留貨啊 這些事情 如果太闖柱去提出 不同的區 會有不同的情況 如果太闖柱去提出的時候呢 有時候會將一些社區關係崩緊 一個崩緊的社區呢 是不會有一些更加好的管理 出到一年 那麼我們縱觀世界呢 其實對於小販的一些好的管理 譬如成立一些 居民有份參與的委員會 剛才是說 居民的意見是很重要的 但是大家會否發覺 居民其實如果你想反映你的意見 你可以做哪裏呢 你找食環投訴 一開始就是投訴 這些就不是好的管理文化 有些東西如果可以協商的話 應該有一個機制給他們協商 譬如好像台北那樣 會有一些法例要求每一個市集 都做一些貪反委員會 是透過一些委任的民間的組織 或者一些顧問 一些專業的人士去幫忙 譬如搞防火 就找防火的專業人士去幫那些小販手 而不是將一個條例去壓下那些小販 就這樣做 明天你做不到我就抄你牌 不應該用這樣的態度去處理 另外就是 政府應該借這個機會 是重新檢討整個的發牌機制 可以考慮重新發牌 因為有很多年老的當主 他沒有辦法 去再把自己的牌檔 好好地管理 因為已經很老了 如果有新人做 他只可以用一些扭告方法 譬如租牌去參與的時候 或者是分檔 分檔一定的檔要分裂大 如果有得發牌 新人士、新作風 有些年輕的力量 也有更加多的學識 社區本館可以更好 其實政府借這個時機 去重新全面地 反思這個小販政策 是一個非常好的時機 而不只是叫食環 一味雷雷風行 去將一些過時的政策 不斷強加在小販身上 這件事對整個社區 都仍然有一個好處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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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少聽人 Evan就說了這件事 聽一下 其實不單止 我們說說 本來一件 悲劇就加害受害者 加害了一些 說到小販是兇手 其實又說到另一個兇手 就是劏房的問題 以下就是阿芝 陳凱芝 就是關注基層主要聯盟 其實都一直有關心 劏房戶 其實以你所知 劏房現在 是不是很有關注問題呢 還有劏房戶 他們的心是怎樣想的呢 是 不過講劏房問題之前 都想講一下 其實 我猜這段日子 大家看到很多報道 都很不開心 第一個不開心 就是 當然很多人在這件事裏面 受傷和死 我自己感受很深 第二個不開心 就是把小販和居民 放在一個很大的對立面上 但我自己看回這件事 我覺得 其實雙方都是受害者 為什麼我們 就是把兩個 一邊是說 一邊是說 租不起一個單位 要租一些很小的地方 就是 禍居的一個劏房裡面的居民 就是租客 另一邊是說 就是 新生股股買一些便宜的東西 就是 一些低下階層 就是 令到他們不用光顫很多大型 把這兩班人擺在一個很對立的面 就是 我猜 看到的時候 就是 我覺得很心寒 心寒的位置就是 為什麼我們好像 不是針對著 各個問題的根本呢 因為如果我們看回這次 就是 發言街大火 說真的 起火第一 有可疑到現在 沒有 就是沒有調查到什麼結果 第二 不是第一次發生 第三 就是 不是小法的貨 阻止 土生公道 不是說 那些檔子 阻止消防車 入不了 為什麼我們這麼快被判先審呢 就是 對於 全港 包括 北多倫黨的傳媒 政客的政黨 都有一個很快的判斷 我覺得這個是 要值得我們想的地方 究竟 整件事發生什麼事呢 再我來看 其實我覺得 有兩個問題 第一 是自我問題 因為不是第一次發生 就是要 就是要緝空 到底什麼原因 導致不只一次 在同一條街發生 而第二 又沒有這件事發生呢 這裏我覺得 整件事上面的強調不夠 第二 一定是說 政策出現問題 如果不是 應該這麼說 應該是房屋政策出現問題 令到這麼多人住劏房 為什麼我們不反過來去想 為什麼這麼多人要住在劏房裡 我覺得這個才是整個問題的根本 現在 林鄭月娥就說 會即時巡查 全港有排到後面的 唐樓的劏房 看看有沒有違規 各樣東西 有違反性 也都同時 其實不久之前 在說著林鄭月娥 和特首都在說 其實劏房是在照顧低下階層的住屋需要 我覺得 他說這件事 其實令我覺得是幾匪夷所思 為什麼你可以確認 確認劏房是社會上的功能 而不關心一下 而不關心一下 為什麼人要住在這麼差的環境裡面 現在我們香港 是不是要說 那些人住在這麼小 這麼不安全的地方 而我們是不用這麼出路的呢 我猜這個是要令我們想的地方 但其實大家都知道 為什麼大家認識的不少人 尤其是大家住在這麼小的地方 正在說 現在整個樓價很貴 租不起就租小單位 那為什麼樓價這麼貴 就是說 因為整個 我們現在的屋 其實是我們的人 每個人都要住在一間屋 其實是基本的需要 但我們是放在一個完全相反的市場去處理 用來炒賣 結果受苦 就是低下階層 因為大家同樣在一個私人市場那裡 找樓 找樓買 找樓租 其實整個 你隔離 你好知隔離有這麼貴的樓 我這裡租就一定貴的 這個是事實 所以這個問題不處理 其實一直 大家只會捱著貴租而不出路 而這個牽涉 就是我們在說現在整個 舊區發展的趨勢 我們在看 不論在說 花園街的位置 在說灣仔 在說大角咀 在說不同的區 其實都是在說舊區 那現在舊區的發展 就是整個舊區發展 出現究竟是哪個得益呢 我覺得這個要想 是不是我們 我猜是 低下階層是傳輸的 不論在說租客 不論在說小販 不論在說小商戶 是傳輸 最後得益是一些 用來靠炒賣 去到得很多益處的一些 很有錢的人 甚至乎是在說 跨國的一些公司 因為現在在說 其實香港的樓 不只是給香港人炒 那我猜這個 這個是要值得我們反省 究竟我們的樓 是否只是用來被人炒的呢 而炒到其實 我們不用管 其實大家在住在一些 什麼各類型的單位呢 而我接觸裡面 其實在說 街坊拿著自己手上 賺到那塊錢 其實就面臨一個 其實在說的一個千勢 在說 他再不可以住在一些 所謂市區裡 就越住越遠了 究竟是否在說 咦 我們市區就只是死不住 窮人就不關你住遠一點呢 即我每次想到這裡 我就覺得 咦 看來我們是要 坐下來想想 我們香港 整個土地房屋政策 究竟是怎樣 而我們剛剛之前 其實在月底 公會的調查 就是說現在 其實劏房住戶的居住環境 但都是那三副屁 大家都知道了 即是說租� 說大家收入低 說租金佔大家收入普高的比率 說大家的單位很小 小到是甚麼狀況 是說我們有七成 即是我們調查 覺得是說有七成人住 每人人光面積是70呎以下 說當中有一半是35呎以下 那你想一下 你的生活空間是否足夠呢 即是你放了床之外 你還可以飽些甚麼呢 那我們的屋 還是不是一個安樂鍋呢 還是只是 你最後睡覺那幾個小時的一個位置呢 那我猜是 這個是我們值得要再想的地方 當 那麼多人住在一些那麼差的環境 如果那些差的環境未必是很安全的時候 我們的社會發生了甚麼事 正正就是 我們剛才說 整個市場其實沒有保障到低下階層的住屋 而政府正正是出手說 劏房是保障 是一個照顧低下階層的住屋需要 這個說法挺恐怖 完全是一個卸責的說法 所以看回如果我們說 其實政府有責任保障低下階層的住屋需要 而正正我們的房屋委員會 如果大家一打開他的網頁 他的目標就是 我們是要照顧一些租不起私樓的街坊的住屋需要 所以我猜很多都是 但是問題就是 我們能不能入住 我們能不能入住 我們能不能入住公屋呢 我們現在的公屋政策 又出現了甚麼問題呢 如果說回現在 其實我們公屋輪候數字 我們有 截至今年6月 說超過15萬5千個家庭 其實是在等公屋 但是我們現在建的公屋 有沒有聽過是多少個 每年 15000是嗎 我聽到小聲人說 15000 你懂得隨數都算到了 你要等多少年才等到公屋呢 這樣 就算撇除現在所說 所謂單身人士 都還有整 其實九萬個家庭等 即 只是說家庭都九萬個 說15000個除 都是要除很久的時間 那 所以不論現在 劏房是成為甚麼地方 因為我們都有一些雙屬團體 其實是在服務一些 正正是大火去中轉屋的街坊 那些是甚麼人呢 正正是不少單身人士 未婚的 失婚的有 也有一般低下階層的低收入家庭 正正你上到公屋 不是住在 即是住在拖房 其實是大家說選擇 但問題就是 他現在講的規管 那規管完大家睡哪呢 這樣 這個才是問題的核心 即是他一手規管 但是不給出路大家 那大家便出去 出去就再住得貴些 但不代表你的地方是安全一點 即是我覺得 這個是我們正正要想的地方就是 我們現在其實整個公私營的房屋市場 是都失陷了 即是第一 第一私營市場在沒有規管 沒有很多的保障低下階層的情況之下 是低下階層是完全找不到一個移居 就是大家 affordable 即是給得起錢的房屋 而供應市場的大家又上不去 因為一直都不肯建多些公屋 到現在都是說了萬五個 那都是等 我們這些房屋 等五六七年都是等不到的 那大家便只會越來越窮 即是在那個位置是困局來的 即是如果他一直不做事 那所以其實 講到這麼困局 那出路是甚麼呢 其實有幾大方面 第一就是 我們現在講的土地 即是在講地 是在講外來做甚麼的呢 那因為現在正正 真建公屋是沒有人說沒有的 但他經常就說沒有地 那就是要想 甚麼維港以外的填海 又說公一下 那樣 但他一直沒有說 其實這些是用來建公屋的 他就說用作房屋用途 但是房屋用途 大家就想房屋究竟是最快是哪屋呢 那當然是私樓貴價的豪宅 也不是一般人買得起的豪宅 那所以講的是 我們其實整個現在的土地分配 其實傾斜了在私人 還要是貴價樓的市場那裏 所以這個是我們值得想 當我們想一想土地要發展的時候 我們是否麻木再追求豪宅呢 第二就是整個火規劃 就是其實現在一直都在說 其實沒有人知道 有多少偷房的居民和住戶 其實一直沒有這個數字 因為他一直都不肯做一個 全面房屋的需求評估 在說究竟有多少低室人士 是需要住公屋 未來我們十年應該要建多少呢 其實我們是應該有根有據之下 去講一些數字 而不是現在去講三年上樓 來講這個數字 那所以究竟他在那個人口 估算各樣東西那裏 有沒有做到這一步 才講起萬五個 現在講起萬五個 大家經常都不知道 幾萬五個夠不夠呢 又好像講三年上樓 那所以全面的 就是長餘房屋策略 其實是要做的 這是第二樣 其實第三樣就是講現在 即公屋政策其實呢 已經是要再要想的 因為其實他 現在單層人士其實沒有什麼 任何的規劃的 即現在講的單層人士政策 就是講公屋二千個 你爭啊 現在有七萬多人爭啊 那你都 算得數都知道爭不了的一定 但是問題就是 我們現在的社會的發展 其實單層人士只會越來越多 這個也是一個社會的趨勢 而還有就算結婚 也有可能會離婚的 那我怎麼處理單層事的問題 是否純粹用 計婚制令他們 排除在外 你等十年八年 你等到就等了 即用這個思維來想呢 那所以最後我要講的就是 如果我們覺得 照顧低下階層地主需要 是我們 即是最重要 要做的一步 其實我們在各樣政策 不能講土地分配 講公屋 政策 或者講現在 規管劏房的時候 應該都用這個角度出發 而不是純粹說 我去巡查啦 這樣就處理了 如果是這樣的話 其實是治標不治管的 謝謝 謝謝 我剛才講 阿施講到這個單身人士 現在那個公屋 那個計分制都真的很大 我試過計過 如果我是大學畢業 出來大概二十歲 如果我要排公屋的話 當我是嫁不出 要排十八年才能排得到 上公屋 講三年上樓 其實政府或者特殊 是沒有計算過單身人士的部分 就講到五三年上樓了 其實也是假的 所以說有得住公屋的話 其實在哪個想做 什麼想住劏房呢 張大偉 司機都路主教會的唐主任 其實如果我們作為教會教友 我們可以有些什麼的角色 在千玉可以做得到 其實我自己感受最深 就是星期二十萬的時候 我就在花園街開過期禮會 可以跟街坊 可以跟排檔小販一起祈禮 可以聽到他們的心聲處境 當教會朋友當我們去支援的時候 其實他們的訴求是怎樣的呢 然後排檔小販在說 其實他們很願意把貨品拿走 不過他們希望車就留在那裡 希望不需要招紅眼差 原來追問都是擔兵售下這樣生活的 在這個處境裡面 我看到那一刻大家在一起 是一個同行的開始 甚至我自己覺得 突然間的事件甚至可能是一個里程碑 什麼叫做里程碑 就是前進很多事等著發生 我們看到網上很多討論 甚至有些人很悲觀地提出一個擔心 將事件類比起1953年的石器尾大火 啟動了一個政府的時所未有的公屋的政策 我們看看今天是怎樣 當一個政府對一些地產集團利益傾斜的時候 會否趁火重新洗牌 重新制定一些成節規劃的公共政策呢 有些考慮 其實整個問題是一個焦點 都是一個貧局問題 當我們教會群體 我們今天說怎樣去支援 他做一些的詞為服務的時候 我就提出一個問題 其實我們可否想多些 其實我們對貧困的問題 我們的認識有多少呢 什麼叫貧困呢 怎樣去貧困呢 其實學者也提出了很多論述 例如我頭頭有一本書 就是中文大學的亞太研究中心所出的書 許保騰寫的主編是阿傑偉、吳俊鴻 書名是限付貧 限制限制限制 怎樣限制呢 留給一個很小的例子 這個例子就是講小販 為何小販和窮人生活相關 怎樣買到便宜的東西 就是透過小販的市場 所以扶貧就是要創造更多的 小販的新唐發禮本書的學者 經過研究後提出的建議 不單是固定的小販 排檔的小販 甚至是更多的流動的小販 什麼叫限付呢 我們知道小販的存在 是令地產商賺少了 但如果我們有想像力 其實研究下哪條街可以 不要讓車行 做一個小販區 其實這個就是在製造 去縮捲貧富兩極的情況 另一個例子 譬如今期的Inmedia 有提出一些資料 就是每月的評論 就是講一些防火政策 我們從小聽到 讀書都知道 香港當然是地數人多 其中一個例子就是去看新加坡 新加坡原來人口密度 比香港更大 每平方公里是7,100人 香港每平方公里6,500人 但新加坡可以在八成的住戶 是可以住在政府之座的房間裡面 那是一千尺 單人的住戶可以廣四百尺 我們問為何新加坡做到的事 新加坡做不到 這些資訊帶著我們全國 其實是有得搞的 譬如另一些視野就是 這些學者帶著問題 因為其實負困貧困問題 不是純粹是經濟問題 同時亦是文化偏見問題 可能有些傳媒老派 綠色跟不上的東西 我們今日知道傳道人牧社 這些那麼多議題 其實我的看法就是不用關閉的 就像今天這樣 你搞一些園討會 如果兩個月可以搞一次的 有這樣的平台和空間 用我們的街坊 用我們的雷射 和不同的群體 我們大家去交流 去發揮那個叫做 即是社會的功能 即是社會的資本 即是社會的功能 因為你知 教會裏面 即是甚麼界別 甚麼行業的人都有 而我們身處於社區 在我們身邊 這些就是我們雷射 我們雷射究竟 處身在怎樣的處境 我們可以大家一起談 我想說的就是 教會對社會的資本 是可以由提升自己的知識開始 即是知識層面的討論 是一個很關鍵的環節 可能有些家人主婦 都說我扔了這個書包很久 這些東西我怎知道 知得多少就得多少 從你的孩子 從我們下一代說 當我們大學小朋友來到 反而間不只是賣寵 兩倉儲 都比較知道這個社區 就是小販排檔 就是跟貧雄人生活思維相關 如果我三分鐘跟你說 父母的心願 將來就是要做一個扶貧的小販 好 有大事 你想想 一個小朋友這麼小的時候 就懂得去思考 和將來我們所看到的 社會的貢獻 的成就 是超乎我們所想所求的 結束的時候 我們想分享一些自己的生活體驗 譬如我最近想買一條電腦線 就是寬頻線 為何想把家裡的電話 i2o發射的官房 平常我們打一條延長線就行 我打電話就讓公司問 沒有這些線貨 有師傅上本200元起碼 我覺得這些線可以在高燈的電腦商上 可以買得到 我走完整個高燈商場 不知道高燈商場是甚麼來的 這些是綠心的專用線 買不到 整個牆都買不到 不如你試試鴨魚街試試 鴨魚街 行了幾間的店鋪都買不到 店鋪會當住 不如你試試鴨魚街出去排檔 我看鴨魚街的店鋪都買不到 排檔買到 我去到一個排檔 那裏有個中聯的婦人 我給了照片 他說有 你要多少呎 30呎 立即夾給你的線 整個卡 然後夾一夾 便利整立即搞定 這就是排檔小販的文化 可以提供得到 讓你全香港都買不到的東西 在那裏可以獲得到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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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認真國內的華盧平時 胡思王 他的內容是甚麼 我一聽到之後 我都吃汗了 他說 如果三個月之內 那些排檔違規六次的話 就會考慮取消他的牌照 如果觸犯分租攤檔 非法放電 虛報資料 還要積持平台 之後我心想 現在花園街 一日 都起碼一張 一張告票 一個禮拜可以釘牌 那 我立即一壓汗 那我想 其實我真是想 想這個小販牌 又不再發生了小販牌 那我真是想 香港整體的小販牌 只是不停 大幅度不停去萎縮 對於這個政府的意見 其實都想問一下 在座有興趣 可以回應的嘉賓都可以講一下 又怎樣看這個政府的意義 那不如王議員可以先講 首先 剛才我都講過 如果政府是想著 因為一場火災 而你需要引伸到全港的一個政策 我覺得這個做法不妥得 我都做強調 這件事我覺得是 大家理解到 今天張一樂局長在立法會 不停強調 或者食環處長 都是不停強調 我們 四十三條街道有排檔 應該各自有特色的 但是很奇怪 政府就用同一個標準 來想去規範 這個我覺得都 社會 我相信都會有一個討論 或者一個評價出來 至於扣分制到底是可不可行呢 或者剛才說 朝行晚策 留價不留貨 扣分制 甚至乎有部分居民 如果這個問題提出 是需要把排檔搬離 去其他區域經營的話 其他街道去經營的話 什麼方案都好 我自己的看法是 剛才都強調 都重複了幾次 街坊的話事權應該最大 另外一個很關鍵的因素 我不敢說全港的問題 我只是敢說花園街的排檔管理 基於安全 基於保障 不會再有任何生命被白白犧牲 的前提之下 其實所有任何的方案 我們無論政府好 我們安間好 都應該拿出來去討論 都應該去想哪個方法最好 而這個大前提必須要是 安全和保障到生命 如果大家 假設 現在的排檔的經營模式 完全不變的話 請保證是不會再有意外發生 這個都是相當之關鍵 反過來 就算如果我們提出了一些新的方案 也好 我舉例 招寒萬策 政府一意孤行要做的話 是否真的能夠保證到不再發生意外呢 這個我們都要求到政府好 保證至乎整個社會 都需要真真正正去問清楚 這個我覺得比較重要 不是說推行一個政策很簡單 而是背後隱藏著很多生命的 還有很多居民 很多街坊的一些 實質生活上面的不同的利益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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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保證都是很高難度 我猜猜到都不敢保證 還說狂逃不將出現 所以 或者 EB會有很多事 以外沒有可能 有些事情是很難保證的 但是 其實做小販 或者國人也好 需要一些知識 或者專業的幫助 譬如看回日報那些 他怎樣去輔助那些業者 譬如他有一個 譬如是要求那些商區 或者市集 是組織一個振興的媒體 那就是 從一個振興的方法 營運的方法 去幫那些業界 是做得更好 而不是就是 一邊用一些壓力去壓 你去做 你去增加投資 其實可能 有些小販本身都是窮人 你叫他把一些 本來很便宜的 很簡易的 一些當口的設置 變成一些很專業 變成很厚重的 一些防火物料 其實是需要更加多的投資 而政府你不去做任何的 資助的情況之下 急急地 要他們把這些東西轉債 是沒有可能的 沒有保證的 尤其如果你去做 朝和晚叉 那些物料是更加輕 更加不防火 如果日口被人放火的時候 怎麼辦呢 最危險的一件事就是 你沒有去想清楚 將一些政策推行 現在這麼急的情況之下 他是沒有想過 整體政策的缺行 各樣的缺失 對小販的支援的欠缺 就是他將這些 這麼大的轉變去推行 所以我是非常之希望 呼籲各界市民 議員也好 是一定要審實 一定要從一個幫助各方 幫助小販 是用一個良好的態度去想這件事 而不是因為他在追究責任的情況 又要你保證這什麼 要他保證這什麼 一些事情 如果你本身是沒有資金 沒有知識去做的話 沒有辦法去保證 再次選擇 4點1個去排鬥 一會兒會有台下 希望大家可以出現所用 我們今天到9點半就好了 總之現在到10點都可以 都可以 大家可以去排行 我簡單回應 留些時間給大家 我猜我相對接觸跟街坊居民比較多 其實當中的想法都是很不同的 很不單的 的意思是 譬如我試過跟一個街坊說 他就說 其實小犯牌以前英政府的時候 是看到很多 因為當時很多人來到香港 大家沒東西做 所以發過牌給他們認真多 為什麼現在不會這樣想呢 我猜其實很多居民 可能會是小犯的客人 可能經常都光顧小犯 所以其實他們 部份的居民其實是有這個角度 覺得其實小犯牌存在對於他們的生活 其實有很多的便利 而且早前認識了一個舖戶 他就說其實跟小犯和居民其實是挺共心的 那個狀態 因為他說他的舖戶在花人街附近 他就說 其實這次小犯有人中火就說 他們下次再上舖戶就糟糕了 另外他就說 其實他們大火沒有做生意 我們生意都少了很多 所以其實是一個互惠互利的過程 你帶往一條街 其實大家都得益 坦白說居民都可能會多中得益 因為他們會買到便宜的 其實狀態就是這樣 當然安全問題 我猜我們是很重視的 我覺得安全問題的處理 其實應該從治安的出發 就是說盡快找到原空 為何多次在街上同樣發生大火 這才是最致命傷 我覺得焦點要對盡一點 到時再找到起火的原因 測到空 其實再想一些方法其實不遲 當然可能大家都會說 安全可能是一些很急的事 其實現在其實你見 可能不論說當返 其實都已經嘗試想一些方法 去看看怎樣可以幫到手 是否可以有個 尤其是議員 接觸多些居民 是否有些平台可以出現 就是約到居民 就是小販 或者從政府部門有個位置 去交流一下大家的想法和意見 我覺得這個可能真的幫到手 要找你們幫忙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我們在這裡停下 你們在街坊也很急不同乏 不過我想邀請幾位 即特約邀請回來的街坊 可以分享一下 不如首先有一位 在挖仔劏房的街坊 阿鹿 就跟我們分享一下 其實在